我们刚刚有把那个做出来的 如果这个最后这个print就可以把它关掉 这个有时候我会print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 到底这个串链里面放的是什么 如果说你将来在做练习的时候 实在不知道里面放什么 你就把print list 1 里面print 或者print A 你可以把 A print出来 把 B print出来 每一个每一个把它print出来 你可以看一下细节 不然的话我发现 因为我们这地方没有办法 每个每个都让你看到 你自己再去 try 一下 这个还蛮花时间的 你只要每个都愿意把它拼 你大概就知道细节 OK 好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要用刚刚的方法 因为刚刚的方法变成说 我要做很多逻辑判断 一个 两个 三个 如果我今天不做逻辑判断 也能够判断出来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法 一 干脆把它删掉 所以这个逻辑判断我不要用这一招 我用另外一个方法 那另外一个方法呢 怎么去做逻辑判断 其实不用逻辑判断 就用它内建的方法就可以了 什么方法 取得最高分的是谁 所以 B Max 我们也不用了 我们直接怎么样 把 Max 把 B 放在后面 应该是这样 用 Max 这个 Function 刮断之后呢 把 B B 里面就放那个国文成绩 就有点类似像什么 那个 我们的这个成绩里面这一些东西 他就帮我把什么 B 其实就放这些东西了吗 80分一直到70分 这一串东西有没有 就是放在 B 里面 那把 B 里面最高分的提取出来 最后把 80 他就 Return 80 OK 所以这边的话最高分是 80 分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什么 麻烦就是说 那姓名怎么办 姓名刚有个 B 呢 所以这边的话你必须要用到一个叫 Index 的一个 Function 那 Index 是什么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 Index 是索引值 什么索引值呢 请你帮我查一下 那个索引值里面 那个 80 分的 最高分那个 80 分 是在这一个串列里面的哪一个 Index 哪一个位 哪一个编号 所以回来会告诉他说 这个是 0 所以你那个位置是 0 那姓名的 0 刚好是刘小华 所以意思是说 我如果查到最高分他的 Index 那刘小华就是在 A 篮 A 串列里面一样的 Index 那我不就可以把刘小华带过来就好 那怎么写 这边说 第一个查询最高分怎么写 OK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还蛮有用的 因为真的可以少写很多层次 但第一个你必须什么 B 里面去找到最高分的 所以 B Index 小瓜胡 那你就把 B Index 里面找到最高分的 所以把 Max B 放到 Index 里面 让他去找找看 他 Return 回来的话 就会是 0 他帮你找到了 找到那个位置刚好是 0 那接下来我可以怎么样 把它放到 A 里面 所以哦 再来 但你可以 其实你可以分另外一行 不过我的习惯是干脆把它 所以外面你可以再包个什么 外面再包个 A 中瓜胡就好了 中瓜胡到这边 OK 意思就是说他这边回来的值是 0 有没有 找到了哦 位置是在 0 然后把这个 0 放到 A 的中瓜胡里面 他会查到谁呢 诶 把 A 的 0 找出来 那 A 的 0 在哪里呢 刚好就是刘小华 所以他会把刘小华这个乘积怎么样 不不 不 不 这个乘 这个字串 那个名字怎么样 帮你把它带到这边来 OK 所以姓名 冒号 刘小华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哦 这个再做一次给各位 C 栏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这边改一下 然后 Max 小瓜胡 意思说帮我查 寻这个串列里面的最高分 那是谁的话呢 就是 C 这个 C 栏 C 的串列里面 帮我去找 所以加一个index index就是去找 找什么呢 诶 找一下 最高分的锁引值在哪里 所以他就去找找找找找到了 诶 如果 C 应该也是刘小华 所以这边一回来应该也是85分 那也是 0 OK 然后又是刘小华 所以又把刘小华带过 所以这边的话一样 加一个 A 大写 A 然后 D 中瓜胡 记得中瓜胡瓜胡的位置哦 一定是在这个头跟这个尾哦 OK 这个可能比较容易做错哦 中瓜位置一定是在这里哦 OK 然后 D 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这边哦 再把这个 D 有吧 max 小瓜胡 找最高分的 D 栏里面的资料 然后呢 去帮我载到 D 里面 index 所以点 index 找一下 最高分的锁引值在哪里 然后呢 把它放在 A 里面去找找看 所以这个 A 里面的这个锁引值 这边的话 把它 冲中瓜胡 好 写完之后的话呢 第一个 逻辑判断不用了 第二个呢 b max 跟 b name 也不用了 所以基本上哇 马上省掉 逻辑判断就三乘三 九行加两行 少11行了 有没有 马上呢 这个程式 相对起来也会比较清爽 有没有 哇 感觉马上就变得清爽 当然两个方法结果都会是对的 而且正照考试题 里面有一题类似题 也两个方法我试过都可以 但是如果以我来写 我当然一定要写这种 那种感觉突然 程式感觉就是清爽许多 而且感觉写起来就是水准应该 label 也不同 OK 至少我会用index 不一样逻辑判断 不过说真的 如果你真的考试的时候卡关 写不出来 你还是写另外一个吧 因为他没有标准答案 你就把对的答案写出来就OK了 所以我们来run一下 最后当然你要run出结果来 才算数 看一下 有bug 所以有bug很正常 因为我一边 这一行错 我知道了 因为encoding这边 我刚为了要补充 我把它加上去 执行一下 OK OK 没有问题 最高分都留小嘛 OK 所以 这个东西其实程式没有很复杂 但是记得啦 还是要多练习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刚已经 刚忘了切 那这个答案的话 如果你要看 云端上也都有 我有把那个 最后完成的画面 也有帮会截图下来 所以你照着这个打 一定不会打错 黄色的地方 有没有 就这几个地方 另外当然 另外当然如果需要 我刚才把程式 拖在下面 好 对是 这样包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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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没有限制 起来 再来的话呢 下一道题 我会希望呢 把那个我云端上面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上面有一个 这个范例档 范例档案里面的话有一个就是叫全省邮局地址点VIP 那请各位呢把它按右键下载 或者点开来下载也可以啦 这边都可以下载 那因为VIP 所以请你把它解压缩 所以下载完之后 请你再把它解出来 解出来 OK 解压缩之后的话 我这边刚才之前下载过了 全省邮局地址 那你按右键 解压缩致辞就可以了 解出来之后 它就会产生一个这个 全省邮局的资料夹 那里面的话 有一个 我把它先删掉 这个是我我要合并的 那里面总共会有25个档案 包含就三重打开 里面就是这些 那再来就中立 这些 那我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把25个档案 快速的合并成一个档 OK 当然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也很简单 Ctrl C Ctrl V C Ctrl C 25次而已 可是如果这边是250个档 你还是一样 但问题是你要 而且如果你今天做完 你下一次老板说 那你要帮我分回去 你又开始 对 就变成你自己的回圈 你自己就用你的身体 跑回圈 所以你用你的身体 跑回圈 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的身体可能很受伤 对很容易出毛病 像什么50肩 有没有 或者是说 你可能就会有一些 因为长期做太久 像我之前也有发生过 就是颈椎的第五节 产生沾黏的现象 医生说 那个是因为 对 在电脑前做太久 都没有动一下 所以现在小米手帆 他都会提醒你 你做太久 他会叮叮一下 然后就知道了 你该动一下 对 那这很重要 所以很 尤其上了年纪之后 这个地方都很 所以那会怎么样呢 我后来不知道 就感觉随时手都是麻麻的 那我想说麻麻 会不会是因为你可能压到 后来发生没有 才知道 今觉不妙了 所以身体的健康 比财富更重要 所以现在 为什么我都晒黑黑的 因为 医生说 要去游泳 要去运动 我是还蛮喜欢 户外运动的 很喜欢游泳 所以我就一直游一直游 像我一早 早上没时间 没有课 赶快去游 所以我现在每天 只要有时间 我就赶快去运动 千万 所以像今天我也没有开车 那因为前几次 前几次坐火车来 常常都在那个迷宫迷路 那我就觉得不可能 我不可能找不出了 所以我就挑战好多次 然后一直在寻找哪一条是捷径 然后每次来就算时间 我走到这边 走到那边大概多久 刚开始要走20分钟 还走不到 就今天走过来 发现不到10分钟 我就走到了 为什么 因为已经画出一条捷径出来了 怎么走 脑袋里面 就已经有一条路线了 好像有个导航在我脑袋里 真的 我已经知道怎么走了 OK 还蛮愉快的 感觉好像走那个迷宫中 找到一条 你们都知道怎么走吗 台北车站 对台北车站 对啊 Z到K Z1到K7 K7走过去 走中间 就穿过去 就到了 对真的 我现在 因为我走太多次都迷路了 所以我 只要是从哪里跌倒 就一定要从哪里爬起来 OK 所以有时候 当然程式也是这样的道理 如果你实在也写不出来 你刚开始也许 就是要想办法 反正就这样 其实 人生愉快的地方就在这里 OK 千万不要被打倒 OK 一定要 我们重点就是说 如何把它快速合并 如何把它快速分割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每天都需要 尤其要做报表的时候 你是要 有的时候要全部 有的时候要部分 那你要怎么快速让它分 快速合 OK 那这一题主要就跟各位讲 你可以用排行快速做完 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 第一个的话 当然我们要先下载 第二个知道它的路径 我路径我习惯是上面给一下 它会有路径 你把它复制就可以了 这样贴过去保证不会错 那我就知道说 我的东西 会是在这个路径底下的这个三重点tst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用f等于open 然后open那个档 对不对 另外的话 打开它之后你会发现 它其实我们不需要realize 其实realize 我们realize就很多行 realize是一行 但是问题我们不需要一行一行读到串列 我们其实只需要 把它全部读取 有点像control a 有没有 control c 那所以这个时候跟各位讲 你不用realize 你只要很简单 你只要read read就是全选 复制的意思 那它会帮你读到前面一个变数 就是一个字串 那你可以把这里面的东西 把它再写到另外一个档合并起来就好了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demo给各位看 程式也不多 程式真的就只有区区那么几行 大概一行 两行 三行 四行 五六七八九行就完成了 我demo给各位看 直接执行 它会跳合并完成 看一下这边就有个op 打开来 这就是全部的东西了 ok 瞬间完成 当然你要分割也可以瞬间分割 方法都差不多 不到十行 ok 如果为要做这东西 我们足以来跟各位讲如何做 ok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需要学会什么 学会 这个我把它先删掉 不然下一次又合并 好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几件事情 第一个的话 我先把这上面不需要的把它delete掉 留下我们需要的部分就好 就是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当然我们先开档 我们先不要全部开 我只要开某个档 那把它写出去 怎么开呢 特别注意 一样我们之前讲过 用这个f等于open某个路径 那那个路径的话呢 我是上面额外再写一个 这个在系列底下 有没有 user 所以其实这个路径的话 我是从哪里呢 从上面这边把它复制一下 好 然后贴到这边来 贴上来 接下来的话呢 当然后面 我会需要什么呢 需要再加上它的那个档名跟副档名 所以点什么 点那个三重点txt 就把它开起来 那因为它有很多个档 所以我这边把它这个三重点 假设我先从第一个开始 那就开启它了 那开的话 这边注意 这边把它后面加上这个 加到这里 ok 然后点t 后面这些都先不要好了 档名 ok 三重点txt 然后把它怎么样 放到p 实际上当然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这个字串放在这里 那开档之后的话呢 我们后面其实只要用一个f 点 特别是要不是readlize 就是read 它就帮我怎么样 有点像Ctrl-A、C 放到哪里呢 放到C里面去 ok 所以这个时候C里面呢 就是三重里面所有的文字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呢 再来就把它写出去 因为写出去 我希望把它什么 建一个空的 o.txt 那我把它写 所以特别是要后面的话 fw 另外一个物件 等于open 特别就是写出去的话 一样怎么样呢 一样要用open 不过我习惯上就是把它改成fw 就写 然后跟他讲说 帮我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个路径 就全省邮局下方 帮我增加一个o.txt 后面的话呢 上面我们是用r模式 有没有 这边的话呢 记得用a模式 欸 a模式 特别是哦 基本上你们现在最常用到的三种模式 r模式 跟w模式 w就写嘛 write模式 但是问题啊 write模式是负写 比如说你三重中立 哇 蓋过去了 奉山 蓋过去了 所以永远都是最后一个 那怎么办 那 请你用a模式 那a的话其实就append append append就是什么 帮我把东西写到下面去 ok 所以特别是说a的话是append模式 帮我写到下面去 那所以呢特别是说跟他讲说 我要开一个档 所以这个时候他帮你开一个o.ts 里面都没有任何东西 接下来你要配合一个什么 fw.write 然后把什么呢 把这个c里面的东西把它放进来 这样就ok了 不过特别注意 现在只有三重对不对 那你必须怎么样 再把那个哪一个呢 下一个档找出来 所以下一个是中立 下一个是台中 ok 所以怎么办呢 你需要怎么把这个清单 所以假设了 如果你可以产生一个清单 然后呢这个清单可以逐一的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边来的话 那不就可以解决 那当然要怎么解决啦 方法很多 我之前前面有写 假设了 因为我最早想到的就是我以前用那个dose dose这边上面点一下打一个cnd cnd就是叫一个kamei模式 就是dose 那你可以怎么加一个dir 不过这个可能很多人不会用 有没有 他就dir 如果你要dir他的目录的话 就是你就用清单斜线b enter 有没有 他就变成一个清单了 ok 然后呢如果你要把这个清单 变成一个档案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 dir 空一格斜线b 空一格 输出的话呢可以用小余 档案名称的话呢你可以dir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里面上面看到这些东西 帮我存成一个档 叫dir.tst的话 enter 你会发现喔 在我们根目里面呢 就会多一个什么 dir.tst了 有没有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读进来 就可以产生 这也是一招吧 ok 但是这一招后来我发现 有点麻烦 所以 可以做 但是仅供参 啊其实你很难 就realize 把这个读进来 有没有 然后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realize 放在这边 有没有 然后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一样可以达成 只是这个方法我后来发现喔 因为很多人不用doss 所以这一招呢 就仅供参考 我那个云装上有参考答案 所以我们换另外一招 哪一招呢 接下来请各位 用另外一个方法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帮我把那个全省的邮局地址 这个先下载解压说 那待会我们来讲就是怎么样做 比较简单 方便还给各位一下 好